各位朋友,民主小贩,杨恒均,这是个奇人 他早年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是一个知名的大V 而且多才多艺,从体制里出来之后 自己写小说,写的间谍小说还上了中国小说的畅销榜 而且他那个间谍小说写的是身临其境 最后证实这哥们写的小说 都是自己在秘密部门工作时候的亲身经历改编的 牛不牛,后来他就移民澳大利亚了 在澳大利亚还取了一个爱国大V 叫什么袁小亮,什么叫燃销 你看他回中国的时候被逮捕了,逮捕了好多年 突然传出来的消息他被判了,判了死缓 怎么回事呢?根据BBC的消息 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因为间谍罪被捕五年后 被中国的一家法院判处死缓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 澳大利亚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杨恒均是学者和小说家 在博客上发表过关于中国事务的文章 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杨恒均被判了死缓 那位说怎么判的这么重啊,这个事 这个事我们得看看他到底是眼呆哪闲 是醋呆哪酸是吧? 我们看看独龙运,独龙运当然的纷纷表示震惊了 独龙运们,你比如说独龙运们说非常震惊 温和的理性的时评人杨恒均虽然拥有澳大利亚的国籍 2024年2月5号被北京的一家法院悄无声息的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消息传出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黄英贤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说要召见中国诸澳大使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这一判决的谴责 中国给杨恒均的罪名是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 2021年5月27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开听审理杨恒均被控的间谍案 多次延伸对他的宣判,这一度传出可能会将他驱逐出境 杨恒均一直对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抱着幻想 也希望通过言论表达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声 可悲的是一旦被贴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 从体制内出来的杨恒均就意味着重大的灾难 杨恒均原本已经离开中国并在纽约安居置业 不知道什么原因,鬼使神差在疫情前要跑回去 飞机一到广州就被国安部门带走 此后一直没有消息,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去年他还从看守所捎信出来 希望看到中国民主的到来 没想到噩耗来的如此之快 那么他烧的这个信是怎么写的 咱们看看啊 这个民主小贩在狱中烧信出来是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 律师今天白天见到了老师 老师有话给大家 他自称自己是老师啊 我关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已经快三年了 如今见不到太阳也见不到月亮 一直在室内待着 尽管受到了很多的虐待和侮辱 但我更加坚信自己做过的事情 走过的路是正确的是符合良心的 不管还要关多久 我的信念至死不渝 如果将来能够自由 我会珍惜余下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用余生来追求自由法治民主宪政人权 感恩你们 感恩对我的公开声援和默默的支持 这些艰难困苦终究都会过去 越是艰难越是初心不改 我一直是坚持到底 希望你们也能做到最后祝愿 所有的朋友家人们读者们 新年好 老师现在的精神还挺好 但是身体不如从前 最近一次的体检发现肌肝的指数偏高 表示肾脏有损害 暂时无法治疗 这个他的家人 他家人在时刻关注他的身体变化 并随时准备申请治疗 愿好人早日平安 这个不通 他家人时刻关注 是他自己的口吻 还是这些读入孕的口吻 这个不通 这句话是吧 各位好 上周五澳洲的大使探望了老师 目前他精神还好 这是读入孕的口吻吗 可是身体不太好 除了之前的痛风 高血压 前列腺炎 非蚊症 现在牙齿也出现了问题 只能用两颗牙齿咀嚼食物 已经申请了牙医 但不知道能否获得批准 老师有一段话要给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我现在精神上比以前更坚强了 但是我身体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随时可能会崩溃 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但我会尽力的 但我精神上很好 你们用爱和关心在精神上救了我 在精神上 我会努力在这里坚持住 不管检方胜诉 还是我胜诉都无关紧要 我只是一个个体 我希望中国的法治获胜 我希望这个判决 不会因为我的作品国际关系受到影响 另外 在律师告知本次判决的截止日期 是2021年7月9号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可以无限期的延长 是吧 两年来尤其是刑讯逼供 300多次的审问和大量的辱骂 我现在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回顾和反省 冥想的地方 他让我坚强 他想了 我想了我 关于我的生活 尤其是过去的20年 我的生命有意义 失去自由以后 我想到了我的笔友和读者 我对人性正义 正义和上帝有着坚定的信仰 我读书 祈祷思考 锻炼身体 我比以前更强壮了 当他们检查我的生活时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我的读者 请保留你的原来的心 我教你的东西 理想 梦想 追求民主法治和自由 给所有关心我的人 带来我最好的问候 大家看出来了吧 杨恒均 他已经是要怎么说呢 进入了一种玄幻的状态 要为他的信仰 是吧 顽抗到底 为什么判的这么重呢 就是因为他不招啊 他觉得他自己是个民主的斗士啊 他要改变中国呀 颠覆中国 这个罪 证据确凿 无论是从行动上 还是从他的动机上 这一点无可辩驳 他是个顽固的 叫什么呀 颠覆中国派 看到了吗 是不是 所以他判的这么重的原因之一 这是原因之一啊 那么这个杨恒均啊 他这一家子挺有意思 他这个老婆 袁小亮啊 是叫袁小亮吗 对 就叫袁小亮 他这个老婆呀 他这个老婆呀 是打着爱国的旗号 他俩都是社交名人 是吧 啊 一个是公知民主小贩 一个是爱国大V 哎 他俩你说怎么凑一块呢 袁小亮也跟着他出国了啊 是啊 我总觉得我要生在古代 那就是花木兰 生在民国啊 人家说生在抗战 就是秋锦 生在新中国啊 我就成了爱打公知港独的袁小亮 他这一家子吧 你看啊 这个杨恒均打着民主小贩的旗号 收割恨国党 独入运 对吧 他老婆 袁小亮 打着这个爱国大V的旗号 收割那些爱国者 你看他这一家子 好家伙 这合着 这个全是他家的韭菜呀 啊 无论是左岛的韭菜还是右岛的韭菜 都是他家的韭菜呀 好家伙 这一家人这会挣钱啊 那位是你说了半天 你也没说明白这杨恒均 为什么判的这么重啊 他到底干了啥事啊 这个事吧 你要从袁恒均原来的啊 工作谈起 杨恒均原来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系统的人 怪不得他写那些谍战的小说 都是他的亲身的经历 他执行过不少的 秘密的任务 各位 啊 你就明白了吧 为什么判的这么重啊 他是中国的国安系统的叛徒 他到了澳洲之后 被五眼联盟给那个发展成了间谍了 然后呢 派他回中国去搞颠覆政府的行动 国安系统的叛徒不定出卖了多少的系统内的秘密和资料呢 对吧 这是国安的叛徒 如果他没有澳洲间谍 不是没有澳洲澳籍身份的话 我估计毕了 那都是大概率的事件 为什么判这么重啊 就是因为他死不改悔啊 拒不交代 还盼着能够把他驱逐出境呢 留了他一命 到底还留他的一命啊 那这杨恒军 那要在中国把老底做穿吗 那不见得啊 因为澳洲啊 现在跟到美国的屁股后边啊 当了这个反华的急先锋 最近还跟那个新西兰一块 对中国的台湾问题啊 内政问题指手画脚呢 中国外交部刚刚狠狠的怼了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众叛杨恒军啊 那就给澳洲那个上点眼药 然后呢澳洲这边拿东西来换呗 比如说双方进行人员交换的时候 杨恒军民主小贩没准就被换回去 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 他是叛徒 没避了他就阿弥陀佛吧 留着他唯一的作用是交换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